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Peter Ng 我是虎形小虎妹的策画和角色设计师 十年前我创立了塔坡手创作室 那时为了自己的品牌打拼 Work hard for my dream 做了十年了 我觉得团队是重要的 结合大家不同的才能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今年就成立了大策发 Work hard for our dream 我们有九个成员 每个队员都有不同的专场 Anthony就是吊客师Kathy 但她本身是总编辑 但她是儿童割本作家 例如夹柄妹来说她本身是漫画家 但她懂得动画 客户来到可以找合适的人帮忙 例如她可以在九个里面 选一个角色帮她做一个推广 又或者她说九个都不适合 那会不会有一个风格或者画快 适合客户的需求 或者都是不对的 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团队帮她想一个 量身订造的角色呢 在十年里面我发觉 角色设计的品牌推广 和拆画的应用 香港人来说需求大了 很多中小企或者一些厂商 她希望有些独特的角色可以帮她做宣传 例如近期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有一家制衣厂她想在香港重新再做 她觉得可以 希望透过她的T恤的成品 配合我们的策画 加上之后就可以做一个很强的宣传 我们就帮她在策画上面 配合这个slogan 就画一幅策画或者角色设计 令到这件T恤可以送给她心爱的人 最近我参加了 冠贸法局的创业人 其中一个叫做创家做的计划 我觉得实践是很重要的 在参加里面我得到很多不同的经验 例如我遇到不同的人 我日后的希望可以 香港的角色设计或者漫画的作品 或者策画的创作 希望可以再突破在媒体方面 例如它冲破一个繪本的形式 它可能会变为漫画 可能会变为动画和短片 甚至是大电影